想要成大事,想要学会目中无人 庄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天你好不容易约上了美女泛舟湖上 正当你想趁着朦胧的雾气 把你不安分的手伸向身边女孩的时候 一艘不长眼睛的船向你们撞过来 你赶紧冲来大喊 但是对方却充耳不闻 直直地撞到了你的船上 以旁边的女孩花容失色 紧紧地抓住了你的手 你正打算教育一下这个没眼力尽的家伙 却突然发现对面的船上一个人都没有 提醒你原来转过来的不是一个莽撞的笨蛋 而是上天赐予的缘分 让你跟女孩子更亲密一起 可见你是愤怒 是欢喜不在于是否撞船 而在于对面船上是否有人 一旦我们发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 是由别人引起的 我们就会感到愤怒 以至于让我们忘了真正要做的是解决问题 忘了坏事 有时候反而是好事 所以我们要学会目中无人 要强大自己就要目中无人 啥叫目中无人呢 很多人都理解错了 都觉得说是眼里没有别人 觉得自己最牛 即使目中无人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眼里没有别人的好坏 对错没丑 回到自己内心的世界 是一种内心的自在 人们常说要看破红尘 红尘到底是啥呢 红尘就是你自己内心的烦恼 并不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很美好啊 不需要你看破啊 你要看破的是自己的心 每个人都会有烦恼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烦恼 就像下完雨之后天空飘来的云一样 他来了 你就让他来呗 他带一阵就会走 你只要不被他带走就行了 所以你要做一个理性的看客 看着自己的烦恼 看他云来云去 任何事情只要你接受 你就不会难受 只要你不接受 你就很难受 学会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 是成长的第一刻 你要目中无人因为一件事 对你伤害的程度 跟这件事本身 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你要目中无人 因为你受伤的程度 取决于你对这件事的态度 重事就会重伤 轻事就会轻伤 无事就无伤 你的执着有多重 医受的伤就有多深 今天伤你最重的地方 也是未来回报你最高的地方 对待任何事 任何人 要么拿起 要么放下 纠结等于慢性自杀 你要目中无人 成长之路上 先学会爱他 伤害就是一种巨大回报 人这辈子 别人爱不爱你 一点都不重要 但你爱不爱自己 真的很重要 如果别人让你伤心 你就伤心 别人让你痛苦 你就痛苦 别人让你生气 你就生气 只能说明一件事 只有目中无人 才是你唯一个解药 要想强大 就要学会目中无人 大多数人都误解了 目中无人 其实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是在你眼里 永远不会有别人的好坏 回归自己内心世界的纯粹 人们常说 你要看破红尘 红尘其实是内心的烦恼 不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很美好 不需要看透 你要看透的是你自己的内心 你要目中无人 因为所有伤害你的人 本质都是因你而来的 你软弱了 欺负你的人就来了 你卑微了 轻视你的人就来了 所有伤害你的人 都是你成长的肥料 只要你接受了什么 痛苦就会消失 只要你抗拒 不接受 痛苦就会一直存在 目中无人 是成长的敌客 对待任何事情 任何人 要么拿起来 要么放下 男人心软一世穷 女人心软裤子松 一个人所有的不幸 根源就在于物性不足 和不够勇敢 千攀的东西太多 放不下 无法不顾一切 凡成就大业者 都是目中无人 所谓目中无人 不是真的无人 在强者眼中超然物外 一切人性 人欲人心 深爱之物 当然已是之 所以强大 我这一切会计划 好 我这一切会计划